各位好,欢迎您在星期六的晚上如约而至,这里是新闻当事人,我是孙璞 都说,青春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青春就是风华正茂的18岁 可是,有一位巴旬的老人,80岁时骑着摩托车,征服了黄河源头 82岁又骑行穿越可可西里,到了89岁,老人躊躇满志 打算申报摩托车表演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他的青春期,似乎和年龄无关,似乎也没有期限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不老车神 我叫赵宇斌,今年89岁 我是新中国第一代摩托车军的员 勇敢挑战,是我一生的技巧 我现在正在审办摩托车,跳断桥,转火圈这些项目 想创造吉尼斯,钻火圈,跳断桥,都是摩托车特技中难度较高的项目 一名89岁的老人能够骑摩托车就已经让人不可思议了 赵宇斌竟然还要表演摩托车特技,创造吉尼斯纪录 他真的能够完成吗 赵宇斌从内蒙古包头钢铁厂退休后和老伴两个人搬到了山东省威海市区居住 他们的一儿一女都还在包头工作,唯一的孙子也在美国 赵宇斌和我们印象中89岁的老人完全不同 他声音同量,不乏矫健,生活起居从来不需要别人伺候 而且他每天还要伺候家中的第三位成员 这个车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成员 这个车帮助我跑了十六万公里 太阳黄河,穿越柴桃木,往荷兰山 玩了柴桃木出来又一直跑到威海 这辆摩托车跟着赵宇斌已经快十年了 从包头骑到威海,如今还准备骑着他去挑战吉尼斯纪录 你想一想,是不是罕见呢?能骑摩托车呀 八十九岁的人就哼哼哼哼哼了 我车上我这个车带给选择,我们小学里有一个骑摩托车的 今天八九的他们都不相应 我经常给他们说过,你看多了 这老爷,你看他说话,他说那个底气,你看他伤岁的有病了 你看他说话,那个伤岁多疯了 一个人的健康,听他什么,你就知道 就是他这个 总是笑容满面的赵宇斌其实特别好强 不服老的他在八十岁的时候就骑着这辆摩托车 到青海参加碳元黄河挑战极限高原耐力赛 在报纸发表了以后,他们都不相信,说八岁还有车手 八岁都足够了,说坐轮椅的车手 他说黄源头吹羊,你一直都不知道 我说是吹羊,我知道啊,不吹羊我还不来呢 越是没有人看好他,倔强的赵宇斌就越要去争这口气 经过六天午夜的长途跋涉,赵宇斌成功踏上了海拔四千六百八十三米的黄河源头 赵宇斌的传奇不止一次 他第二年又骑摩托车,穿越柴达木盆地 八十二岁时穿越可可溪里 不断挑战自我的他,成为了中国的不老车神 有的人,你看,六十岁退休,他就要到头了 六十岁退休了,你不要回家带孩子,做家务 我敢讲的是,六十岁退休那是中间站 以前的站无限风光,以后也得风光无限 要证明你年龄随着增长 八十岁,我九十岁也能做 只不过他不做,他不这么想 他没有这个梦想 也没有这个自信 如今年届九十的他又有了新的目标 想要完成梦想,首先要有健康的体魄 赵宇斌的不老秘籍非常的简单 我喜欢和年轻人打 你看年轻人他体力还比较强嘛 就是年轻人,打一会儿有时候他们也顶不顾 好,赵宇斌是赢了 赵宇斌是个狂热的运动爱好者 一天不出汗就浑身不舒服 这羽毛球一上午打下来 要几个年轻人龙番应对才能打得过瘾 看着打那么久也没出汗 挺厉害的 特别累 然后都抽筋了 为了更快地完成挑战 刚刚运动完的赵宇斌决定去寻求摩托车友的帮助 大家好 大家好 好好好 刘伟是威海市飓风摩托车俱乐部的创办人 也是赵宇斌十多年的忘年之交 一直很支持他去挑战吉尼斯记录 我认为他肯定能 当时我就认为他肯定能行 因为我跟他跑过很多次仓途 知道他的控吹能力 所以我认为他完全可以挑战成功 我现在就准备申报吉尼斯记录 就摩托车 现在正在准备 正在准备还希望大家给出出主意 邓老师 这摩托车是勇敢者的运动 但你现在这个岁数 体力还有反应这些能跟得上吗 没问题 因为我一直也没有断 今年算89岁了吧 27年生 这个一直身体我是在锻炼 就是现在路上向 完了要有关方法 你要报吉尼斯记录吧 你必须把录像先给他看 你看确实能做 这有可信度他才能接受 大家都是好意 但是我有我的考量 大家说对的咱们一定接受 第一要安全 你不安全的话造成后果 那就不好了影响大 虽然赵玉斌自己信心满满 但他从国家摩托车队退役后 已经有将近50年 没有做过摩托车特技了 而他要挑战的项目 对控车能力要求很高 谁都没有把握成功 经过商议之后 大家说服赵玉斌进行特训 我们设计的桩 从这边是直线 直线完那边是弯线 咱们就是按照你骑车一会儿 从这边是绕桩绕过来 然后到直线到头 然后按照弯线再回来 这什么过程 然后再到这儿来 咱们动化去 就是带来你的平衡能力 反应能力 能不能和年轻人说PK 行 我感觉差不多 俩帅哥美女 赵老师找你俩PK一下 行不行 有没有信心PK掉赵老师 有 哈哈哈哈 感觉那么大的四数了 还骑车 感觉有点不太可能一样 因为你配合不好的话 这个也就很容易摔跤的 好胜的赵义斌一直在场边紧张地观察着 他能超越年轻车手吗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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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放了 开车 是不是有点窄 好多年没有干 是啊 好多年 不一定好多年没吃的东西 仅仅不到0.2秒的差距 赵玉斌屈居第三 但他并不认输 一个人默默的练习 目前赵玉斌的控车能力还不够 要想安全挑战成功 还要锻炼体能 赵老师 今天看下 咱们就是摸的最老的 全国资深的这个老子 这小黑的 他死的 你先笑你学习啊 我历史当中玩摩托车的 一般都是那种年轻人 就是热血那种青年 对 太执着了 所以说我这是你大龄青年 大龄青年 我才89岁 生命在运动 我们开始吧 赵老师 来吧 开始吧 开始 来 两肘 向后 连身体 两侧 慢一点放 呼气 好的 吸气 慢慢落 我没有想到我会带一个89岁的老人在这 训练 89岁还能锻炼 身体真的很硬朗 一气 比较原味 感觉怎么样 行 行可以 生命在运运动 就是吧 我看不行 咋不行的 你从火圈里装过去啊 对啊 我看不行 赵玉宾的老伴 今年77岁 跟着他参加各种比赛折腾了一辈子 这次他这么坚决的不同意 主要是由于上个星期 赵玉宾的一次意外摔跤 他说你不能出院 你的内部骨折了 你得输点液 勉强输了三天液体 出院了 咱们说的一部挺劝不了 他说该啥就该啥 为了让老伴放心 赵玉宾不得不来医院复诊 你好老爷的 你好你好 回来了 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 还行 还行 恢复挺快 来我稍微检查检查看一看 好吧 当时是右侧的肋骨 这块 现在这块还疼吗 不怎么疼 稍微有一点感觉 稍微有一点感觉 这次肋骨骨折 倒不是非常非常严重 没有明显的错位 就是一个骨裂 您好好休息休息 肯定就会痊愈的 我给赵大爷做了一个全身的查体 然后包括所有的血液的指标 这块化验指标 给我的感觉 像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年轻人 那样的一个身体素 让医生震惊的 不只是赵玉彬的康复能力 还有他身上隐藏的伤痕 这个地方以前应该是做过一个手术 就是因为这个手术导致你现在 这个肩关节的活动度 首先比较明显 我八年在训练的时候 我搁山上翻一下 三轮摩托车 700公斤 早上把肝脏 肝破裂 生命危急关头 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 下达了一定要抢救成功的命令 四天四夜 两次大手术 21名摩托车运员给我输血 太感动人了 这次意外 使赵玉彬无法再做一名专业运动员 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的梦想 一般像受这么大伤的运动员都退役了 我们的骨折的运动员比较多 胳膊折了腿折了的都退役了 我又要参加比赛 得争这口气 不能摔跤就起不来了 那些人做了多大的手术没错 是吧 你还得有这种精气神 不能就是躺下不起来 这里都是我参加比赛的一些照片 这个是1958年 贺龙元帅接见全体车手 我照个合影 我说了你们一定要为中人争气 当时我答复 六个字很简单 一定扔这口气 趁着现在还年轻 得抓紧时间 能跑就跑 那啥时候算老啊 我没有老 永远年轻 因为这么大税务 搞这个项目 危险性太大 是吧 我说真的它有危险性 这才有挑战 是吧 没有什么危险挑什么战 所以这个项目嘛 也预养好长时间了 好多同事都是挺支持我的 但现在还正在办 正在办 完了我想要超越美国大陆 就是老年末时就去访问台湾 管他多少岁 只要活着就得有创造 就得有梦想 在发掘脚下的路 在发掘脚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高原 生态着永不凋零 蓝莲花 爱运动爱挑战 所以永远年轻 说完了不老车神 今天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 篮球神童 五岁的小孩您觉得能干嘛呢 哭撒娇还是玩玩具呢 而今天我们的这位小生童 两岁半就已经和篮球 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是麦子卓 一年五岁 从两岁半开始打篮球 到现在 我们的球连有三年了 没靠年纪小 只会画像一球 尽体投篮 根本不在画像 可能因为我有这样的本事 有人开始教我们 篮球神童 这位是我爸爸 那一家大奖贵 同时也是 苏人的保留 教育 哇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这一位呢 就是我亲爱的妈妈 外加二的 我的信仰帮我 要安慰吃食 我玩这个位 就是在我四岁的街 卖三年 但是我专辑都是伙伴 我从来不认为子卓是神童 只是比别人多一点天赋而已 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 他会这个视频会一炮而红 让子卓红起来的这段视频 是姐姐麦珊宁用手机拍摄的 起初家人只是觉得好玩 发到网上给孩子留个纪念 没想到这一发 却引发了网友的高度关注 视频点击量一下子超过了百万 麦子卓成了炙手可热的网络小红人 也因为娴熟的运球技术 被网友称赞 是百年一遇的篮球神童 我们要有请出特别可爱的后援 篮球小天才麦子卓 来 有请 欢迎 天哪 你这太厉害了 首先跨下运球 当心啊 我本来还很担心他呢 哎呦 我的天哪 双手运球 运两个球 给他 运两个球 运两个球 来变换角度 哇 哇 基本功啊 哇 这个就是我自己收集给他 他上岁左右的时候 练头篮的 他以前每天放鞋子在这里 头下篮 做过的时候 他经常给他拉高 我都说是蛋缸来的 每次我就 我都扶着他拉 来 来 来来 脚不能放在这里 子卓 子卓 对篮球的爱好可以说是源于爸爸 麦光明的熏陶 因为麦爸爸是一个篮球爱好者 在子卓一岁的时候有次球饮犯了 可是又要照顾才学会走路的子卓 于是麦爸爸索性把他带到球场 起初还担心儿子会哭闹 没想到 子卓却看得聚精会神 来 我就跟他妈妈说 那你买一个篮球给他玩一下吧 我说好啊 我们就买一个也是很便宜的一个篮球给他 哦 这样玩一下 也没有怎么教他 他看他玩的像模像样 因为没有专业的训练 子卓最大的兴趣 就是观看从网上下载的 美国篮球的训练视频 许多动作看过一两遍 他就能模仿的像模像样 有时候看他拍着拍着 就两次的时候拍着篮球 拍着感觉挺好的 挺有熟感 后来我就发觉他 对这方面还有一点点天赋 所以就开始引造他 你喜欢吗 吃完了 喝多少 什么都喝 是吧 弟弟 你喜欢哪个男性明星的 我喜欢你这个人 我喜欢你这个人 还有吗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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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咳咳和一架 还有呢 乔丹 乔丹 那过两天 人家邀请你去参加广东 那个幼儿 全明星比赛 你做几天 要加点练好那个技巧 知道吗 好不好 有没有星星去打赢比赛 有 大声点说 有没有 有 好 一定要表现那个星星出来 真正能量 小泽 昨天 过两天我们要去广州表演比赛了 你自己去创一个动作 认一下 认熟了 我们去广州那里 表演就用这个动作 好不好 那你去做什么动作呢 比较难度比较大一点的 就做个动作 做个动作好看 大力点 大力点拍起来 快一点速度 动作要快一点 练好一点 快一点 快 快 出手要快 快 快 叫你出手高点 快一点动作 快点 快点 头高点 快点 我不练 我不练 不行 不行 因为他信念量比较大 所以我想他在广州发挥好一点 所以他练得比较累 比较皮了 所以就有点伤技 所以小孩子还是要多鼓励一下 所以打算明天去买一个礼物送给他 你看这个 好 英雄超市 英雄超市 我亲到 太高了 大力点 哇 漂亮 超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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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毛 又大锣 买铁啊 怎么 来 早啊 叔叔 你给我看慢点 好吗 请问打不到球啊 请问打不到球啊 咱们要走 先去打球 好 哎呀 又去看 开心 有多开心啊 开心 日终于大家追星星 今天是一个伟大友子 麦子卓 大家一起打来就好不好 好 好 现在呢 我们来一个比赛 我们今天比 谁两个手运双球 运的办法最多 好 我说一的时候 你们就运第一种 我说二的时候 就运第二种 看谁能达到十种以上 明白了没有 好 开始 第一种 你们运你们自己就可以了 好 第二种 好 继续 第三种 好 第四种 好的 今天双手运双球的比赛结果是 萱萱八次 套宇七次 麦子卓十五次 恭喜麦子卓胜利 耶 麦子卓呢 相对于同年龄的孩子呢 他是篮球技能是比较突出的 个人能力 运球能力是比较优越的 今天呢 就由我们的 网络小鸿人 乔丹司尼 麦子卓 和我们大家带来 精彩的篮球表演 好 我们的比赛现在开始 好 这边团球 好 赢个过人的动作 你过来 你过来 好 麦子卓呢 一个传球 好 现在是我们的 好 麦子卓呢 好 麦子卓呢 蓝球 又一次传球 好 麦子卓又能了球了 大家看他那是一个过人动作 五 四 三 二 七 你能去NBA打球吗 可以啊 只要你比别人努力 你就能实现你的梦想 能进顺头你就是国家的政治运动员了 你就是国家的人了 在资历选丁里面 1936年